中國大陸近年的軍備急速發展 坦克、兩制裝甲車和輪型裝甲車這些裝甲武力方面已經達到世界先進水平 相反,雖然台灣陸軍名以上有接近一千架主戰坦克,但全部都已經很舊 萬一解放軍登陸台灣,台灣陸軍的主戰坦克無論在火力、機動力和防禦力方面都沒有能力反擊解放軍的裝甲力量 雖然台灣已經向美國購買120架M1A2T主戰坦克,但畢竟也很難迅速支援台灣各地 而台灣計劃建造的雲炮輪型戰車,雖然機動力方面可以滿足作戰需要 但在火力和防護力方面都不能應對解放軍的主戰坦克 在台灣陸軍中,除了120架M1A2T主戰坦克和90架攻擊直升機之外,就只能依靠反坦克飛彈 如果台海戰士爆發,解放軍登陸台灣,主戰坦克和攻擊直升機數量有限 而且戰士如果稍微拉長,也可能損耗不少 所以,可以由步兵攜帶的反坦克導彈才應該是台灣陸軍應對解放軍登陸裝甲部隊的主要武器 台灣陸軍現在有的反坦克導彈,不計戰防火箭的話,都是從美國購買 跟美軍一樣,都是用拖式和標槍兩款反坦克導彈 當中,標槍是給拖式先進一個世代的產品 雖然美軍現在都是同時使用拖式和標槍兩款導彈 而且拖式也有更新的型號出產 但無可否認,標槍的射後不理能力和彈身重量輕 都要比拖式導彈更優秀 現在美軍的一線部隊,例如海軍陸戰隊等 主要配備的都是標槍飛彈 標槍飛彈自1996年現世以來,銷售已超過4萬枚 深受美國的盟國歡迎 標槍飛彈是一種射前鎖定射後不理的飛彈 對裝甲車輛採用頂部攻擊的飛行模式 攻擊一般較薄的頂部裝甲 但亦可用直接攻擊模式 攻擊建築物或防禦陣地 直接攻擊模式時,飛彈亦可用來接戰直升機 頂部攻擊時,飛行高度達150米 直接攻擊時,就是50米 標槍是世界上第一種採用 招平面陣列技術的 人緣攜行式反彈克飛彈 這款武器系統配備了一個 紅外線成像搜尋器 而且使用兩枚成型裝藥的中列彈頭 前一枚引爆任何爆炸反應裝甲 主彈頭就貫穿基本裝甲 而且標槍飛彈亦持續推出改良型號 去應對不斷升級的威脅 標槍飛彈的生產商雷神和洛克馬丁 在2020年推出了F型 FGM-148F的彈頭可以同時應付反應裝甲和軟性目標 而且發射器的重量亦減輕 追蹤器的效能亦有所提升 標槍飛彈可以射後不利 比起由發射到擊中目標 都要由射手持續瞄準的拖式飛彈方便很多 所以就算拖式飛彈都是有新型號推出 但在基本作戰模式不變的情況下 標槍飛彈的戰力都要比拖式飛彈強得多 如果解放軍登陸台灣 無論是由直升機機降 還是用汽展船、機械登陸艇 或者兩棲登陸車登陸 標槍飛彈都可以應付 在解放軍可以站穩陣腳之前 如果台灣可以有效反擊 對台灣防衛的作戰將會有很大的作益 雖然台灣近年都有採購標槍飛彈 但數量不足 台灣第一次買標槍飛彈是在2002年 買了40具發射器和360枚飛彈 之後在2015年再買入20具發射器和182枚飛彈 而在2020年也買了42具發射器和400枚飛彈 台灣總共有102具發射器和942枚飛彈 而在這批飛彈中 有360枚已經是比較舊的型號 所以整體的戰力就不足夠 要注意的是 台灣在2020年同一批軍購入 也買了拖式飛彈 新型發射器100具和1700枚 拖2B RF飛彈 在此特別提及 拖2B RF使用的是無線導引 而不是以前的線導 作戰效益有所增加 台灣買拖式飛彈的數量 遠遠多於標槍飛彈 那也是因為拖式飛彈的價錢比標槍便宜 但即使是無線導引的新型號 都有發射器要用腳架和整體重量較重的缺點 而論攻擊力 當然也是標槍飛彈比較優勝 如果台灣陸軍要在可見的將來 都可以有效應對大陸越來越先進的裝甲力量 那就一定要依靠標槍飛彈 畢竟只要標槍飛彈的數量足夠 台灣一般的步兵單位都可以有可觀的反裝甲力量 在最好的情況之下 如果台灣可以爭取到美國授權生產標槍飛彈 就當然最好 但美國到現在都從來未給過任何地區授權生產標槍飛彈 連買了9000枚標槍飛彈的英國 和前載採購數量龐大的印度都沒有獲得授權生產 台灣要獲得標槍飛彈授權生產的機會 就真的不大 那麼台灣應該要有多少枚標槍飛彈呢? 如果目標是以台海戰時爆發之後一個月內 沒有外國援助都可以持續作戰的話 以每日對付150個目標 平均要用兩枚標槍飛彈對付一個目標來計算 每日就要消耗300枚飛彈 一個月30日就需要9000枚左右 而一個發射器用10枚飛彈來計算 也需要900具發射器左右 這個規模和英國擁有的數量差不多 如果台灣陸軍要有效應對解放軍的登陸 就一定要有更多的標槍飛彈 好多謝大家收看我的影片 我開了Patreon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令我可以製作更多更專業的軍事影片 另外也希望大家可以like我的facebook page follow我的instagram和medium 最重要的當然是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